也是继续的看这个月尔书 月尔书第二章 月尔书是旧月的先知书 那我们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先一起的念今天的经文 请大家站起来 我们来念今天的经文 经文不是很多 所以我们就大家一起的开口念 好,我们一起来 月尔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 联系他的百姓 月尔华应允他的百姓说 我必赐给你们五股辛酒和油 使你们饱足 我也不再使你们受裂果的羞辱 却要使北方的军队远离你们 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 前队赶入东海 后队赶入西海 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 臭气上升 心未腾空 土地啊,不要惧怕 要起快乐 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 田野的走兽 不要惧怕 因为旷野的草发生 树木结果 五花果树 葡萄树也都效力 西安的米纳 你们要快乐 为耶和华 你们的神欢喜 因他赐给你们合一的秋雨 为你们降下甘霖 就是秋雨 春雨和先前一样 我常必还了麦子 酒炸和油炸 必有新酒和油盈意 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 就是蝗虫 蓝子 马炸 咸虫 那些年所吃的 我要补还你们 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 就赞美为你们行奇妙之耶和华 你们的神明 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 你们必知道我是以色列中间 又知道我是耶和华 你们的神 在我以外并无别神 我的百姓必永远不知羞愧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年老人要做异梦 少年人要见异象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 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 在天上地下 我要显出奇事 有血有活有阴珠 日头要变为黑暗 月亮要变为血 这都是在耶和华 大而可谓的日子未到之前 到那时候 凡求告耶和华的名 就必得救 因为耶和华所说的 在西安上 耶和华必有逃脱的人 在剩下的人中 必有耶和华所招的 我们一起祷告 恩主我们来到你跟前 主啊 将我们今天早上的新生灵 都仰望在你的手上 求主你打开我们的耳朵 打开我们的眼睛 打开我们的心 给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 听你的话语 主啊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的名祈求 Amen 我们今天的经文 也是继续看这个约尔书 是旧约圣经的先知书 今天是可以说 是我们这个约尔书里面的第三讲 那我给今天的信息的题目呢 是联名礼的盼望 联名礼的盼望 这个是一个盼望来的 那今天的信息的大纲呢 我就分了三点 第一是联名礼 神恢复祂的土地 联名礼 神拯救和祝福祂的子民 联名礼 神与祂的子民同在 在看今天的经文的时候呢 刚才你们读呢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感觉 就是跟前两个礼拜的信息 读的经文 很不同 我在这里很快地问识一下 前两个礼拜 第一次的经文呢 是讲到约尔书 约尔书呢 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 圣经每次听到 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呢 是一个审判的日子 是一个神来到 可以说是 对没有敬畏神的人呢 是一个审判的日子 是一个可怕的日子来的 那在约尔书第一章的时候 他就讲到 这个审判呢 是过去式的了 已经经过 已经过去 可是是一个警号 那这个为什么是警号呢 他就在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 就写出说 曾有这样的事吗 你们曾经看过这种事吗 不单只是这样啊 第三节他又说 你们要将这事传给你子 子要传给孙 孙要传给后代 这种严重的事情 你们要传下去 不要再犯错 不要再一次的做错这件事情 要传下去 传下去 传下去 这个是一个警告来的 给他们要传下去 这种的事情 希望不会再发生 那讲到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呢 是一个审判来的 有一个 有神差派蝗虫 来把他们的庄家 田里面的庄家 一切都吃掉 我们看到是一个蛮 可以说是弄得蛮干净 蛮没有回头的 他说什么 剪虫剩下的 蝗虫就来吃 蝗虫剩下的 这个懒子就来吃 懒子剩下的 马扎就来吃 吃光了 没有回头了 全部都就是 就是没有再盼望 没有能够盼望的 这个是第一 第二 不单只是这样 那时候的神办事 也是有饥荒 田野里一切的树木 也都枯干了 不单只是 看到你的庄家没有了 你四眼一目了然的时候的话 去看的话 也都是不好的情况 众人的欢喜也都消失 没有什么事情可笑 没有什么事情可欢喜了 约尔书第二章 也是讲到约华的日子 可是有一点不同 那这个是讲将来的 还没有发生的 在这个将来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他也是给了一个警告 警号 通知警号 上个礼拜 孙长老就跟我们分享 他说 这个你们要在西安吹脚 吹脚就是大声给人家知道 这个事情要发生 在我肾上上 吹出大声 从来没有这种这样的事 从来没有这样 以后直到万代 也必没有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警告来的 从来以前没有看过这么糟糕的事情 以后 这个发生事情 以后也不会再有这么糟糕的事情发生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警告来的 这个警告里面的上个礼拜讲的是有些不同 他是说他们前面如火烧灭 他们的形状如马 奔跑如马兵 他形容的好像是一个军队 是有规模的 有规模的来审判 有规模的来侵犯 最可怕的是十四节 耶和华在他军营前发生 原来这个审判是从神而来的 是神耶和华自己带领军队来的 最后他就说 谁能挡得起呢 谁能挡得起呢 约尔在这个下面 他就劝勉弟兄姐妹 当时的人应当进时哭泣 悲哀 一心归向神 一心归向神 那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呢 他的经文背景呢 第一章跟可以说第二章 完全的一样的 耶和华的日子 通告警号一样 审判一样 第一向耶和华哀求 悦尔的劝勉 这个劝勉给他 就是说要传去下一代 第二章 同样的 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 真心悔改 上个礼拜 书自肺腹 全然交与神 坦然接受惩罚 认罪祷告 为神的产业 祈求 这个是第二个警告 以前没有看过这么糟糕的事情 以后万代也不会看到 这件事情是将来会发生的 那我们今天呢就看到 你会看到刚才的经文呢 是完全的不同的 完全的不同的 是一个祝福的经文来的 从2B就可以说 今天的经文到下个礼拜呢 是一样的 这个是给我们的盼望 耶和华 神圣经里面给我们的盼望 当然上个礼拜 我们就看到了 首先 属神的人 一个普世的人 都要有一个真心的悔改 那我们现在先看 我们在神给我们的盼望 是包括哪几部分呢 是包括哪几部分 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 是包括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神 恢复祂的土地 神恢复祂的土地 在经文里面 他就讲到说 地图啊 不要惧怕 要欢喜快乐 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 因为耶和华行了大事 田野的走兽啊 不要惧怕 因为旷野的草 发生了树木结果 五花果树 葡萄树 也都效力了 刚才美信跟这个Chris 带我们唱这个诗歌 当我们在外面 在看到宇宙万物 这么漂亮的时候的话 我们会想起 神所做的一切奇妙的恩典 我们会赞美神 可是当你看到 一个悲惨的土地的时候的话 你就会忽然间想到 这个相反 这个是被诅咒 被惩罚的 所以在神恢复 在神恢复 神与人的关系 他一定是恢复 他的土地的 因为我们人 与土地 是有一个连接的关系 在生命纪二十八章 第二节的时候 就开始 这个是在约里面的 他说 你若听从耶和华 你神的话 从以下的福 必追随你 临到你身上 你在城里 必蒙福 在田间也必蒙福 你身所生的 地所产的 牲畜所下的 以及牛犊 羊羔 都必蒙福 你若不听从耶和华 你神的话 不谨守 遵行 他的一切 诫命律例 就是我今日 所吩咐你的 这以下的咒诅 就必追随你 临到你身上 在你城里 必蒙福 在田间 也必蒙福 你身所生的 地所产的 以及牛犊 羊羔 都必蒙福 是在那里吗 只是在那里吗 在挪亚方舟的时候 到洪水 退去的时候的话 同样的 挪亚献祭 给神的时候的话 神是怎么回应呢 耶和华 闻那心香之气 就心里说 我不再 因人的缘故 诅咒地 也不再 按着我 才行的 灭各种的 活 所以这个是地 最后一节 在我们比较熟悉的 很多时候 圣经教导我们 说来到神面前 真心的悔改的时候 都用这段的经文 这段经文 是在历代记下 七章 第十四节 这里这么说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 祷告 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医治他们的地 所以在神与人的关系 恢复的时候 因为我们 是依靠地 可是不单只是依靠地 整个宇宙的美丽 都要神的祝福 所以恢复地 是一个一部分 在这里我们看到 在神 约尔书里面看到 神给我们的盼望 是第一 祂会恢复 祂的土地 第二点 是在联名里 神拯救和祝福 祂的子民 首先我们先看 这个拯救 在二十节的时候 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 远离你们 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 前队赶入东海 后队赶入西海 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 臭气善身 心味腾空 所以我们看到 在我们恢复神的关系的时候 神也是为我们征战 神也是保护我们 神也是会把敌人赶出去 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 可是 在这个 今天的短短的经文里面 弟兄姐妹 大部分的经文 是讲到 神赐福祂的子民 祂怎么赐福呢 我们大家都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有时候呢 就是只是卡在这一点 我等一下会解释一点 首先这个祝福呢 耶和华英云他的百姓说 我必赐给你们五穀 辛酒和油 使你们饱足 这个是很明显的 是可以生活的富足 生活的富足 西安民啊 你们要快乐 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 因祂赐你们合一的秋鱼 为你们降下甘霖 就是秋鱼春鱼和先前一样 以前我自己是生长在菲律宾 菲律宾很多鱼 我也不在乎鱼 后来转到这个 来到Kansas数九了 原来才知道 鱼水是这么重要 鱼水不单只是重要呢 这里呢 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是合鱼的鱼水 我已经差不多有 可能有20年的习惯了 每年都观看Kansas Wichita有几寸的鱼水 你知不知道 这个鱼水在Kansas 怎么说呢 少了五寸 跟多了五寸的差别是多大 天与地的多大 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是什么 通调雨顺 你也不可以太多 挪亚方舟的雨是多少 40天内 人都不能活了 人都不能活 生死都不 所以这个神的祝福 是要合适的 春雨跟秋雨 来祝福我们 这里神就应许了 应许了 说他会这样的祝福 他的怜悯里面 他在怜悯盼晚里面 会这样的祝福 以色列人 不单只是这样 他说 卧场必满了麦子 酒榨与油榨 必有新酒和油 盈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卧场 为什么有麦子呢 因为太多了 都已经在这个场地上面了 太多了 该装的东西都装满了 已经是有剩余的下去 酒榨和油榨 必有新酒和油 盈益 盈益是什么呢 是满出来了 满出来了 该装的东西呢 装满了 满出来了 盈益 再一次的26节 他这里说 你们必多吃得饱足 就赞美你们行奇妙 事之耶华 你们神的名 我的百姓啊 必永远不知羞愧 在这里我们看到 恢复这一点 我们大部分的人 我相信都会明白 都会明白 神的祝福 他一定要能够吃得饱 可是其实呢 其实呢 不单只是停在这里的 我等一下会这样解释一下 接下来呢 在这个短短的 几节的经文里面呢 圣经这里出现了三次 出现了三次的是什么呢 就是神要叫我们 不受列国的羞辱 叫他的百姓 永远不知羞愧 我的百姓 必永远不知羞愧 我们在众人面前 基督徒在众人面前生活 信靠神的人在众人面前生活 是很重要的 我们基督徒看到神的恩典 在我们身上 他们就会说 他的神祝福他 可是不只是在封主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在封主的时候 我们仍然存着感恩的心 因为我们心里面是感恩的 是满意的话 人家也看到我们的神是祝福我们 所以不单只是在物质上面 是在心灵里面也是很重要的 这里是讲到羞辱 羞愧跟羞辱 因为为什么呢 别人看到我们基督徒 别人看到神的子民 他们活得好像不像样的话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他的神 会这样的对待他 很多时候他们不会说是因为他做错了 而是说好像这位神没有恩待他 可是这里我们看到的是 神要亲自为他自己的民 为自己的百姓 给他的民不至于羞愧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 在整个圣经里面 很多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的一个一点一滴下来的事情 我们在众人面前是有一个见证 别的不信靠神的人 也是看我们的 看着我们的 第三点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这个联名里的盼望 是神是与他的子民同在的 神是与他的子民同在 经文里面 在快结束的时候 他就写说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 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老年人要说异梦 少年人要见异象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 我的仆人和使女 在天上地下 我要显出奇事 有血有火 有烟柱 很多时候想到 有烟柱的时候 是什么 他们就会马上想起什么呢 在旷野里面 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的时候 他是烟柱 这个烟柱是代表什么呢 不单只是神与他们同在 神也是带领他们 每一步在旷野里面的走 所以这个不只是同在和带领 我刚才说 神要教他的灵浇灌 这个盼望的时候 要浇灌 凡有血气的 如果我们看这个 别的经文的话呢 每一次出这个神的灵 浇灌我们的时候呢 是看到神与他的子民同在 真言一章二十三节 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 将我的话指示你们 同样的啊 浇灌要将我的话指示你们 以赛亚书四十四章第三节的B 他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的后裔 浇灌你的后裔 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 最后是在 我也不在眼面不顾你们 这个是神要 神要向着面看他们 因为我已将我的灵浇灌以色列家 这是主耶华所说的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神 给我们在联名里的盼望呢 是有三点的 首先是有一个恢复土地 还是地图 第二是拯救 或者是保护他的子民和祝福 他的子民 第三点是神 与他的同在 与他的子民同在 那我在想 我们就会问几个问题 可能要首先要先想一下 这段经文的出现 是什么呢 是不是一个祝福的出现的经文呢 不是的 弟兄姐妹 这个是一个警告的后面的盼望来的 不要忘记第一章 第二章的前半段 这个是讲到将来的盼望 而这个第二章将来的盼望 是在这个 trumpet sound 是在这个warning 是在这个警号的前面的 可是在这个警号的前提里面呢 是要提醒我们 我们要来到神面前 认罪悔改 真心的认罪悔改 接下来就有几个 可能大家会问的一个的问题 那真心认罪的悔改 不是很容易吗 那这样我们就简单来 真心认罪悔改吧 是不是有这么多 这么大的困难呢 其实是蛮难的 不单只是蛮难呢 我们整个教育 我们整个文化 都是叫我们不要认罪的 因为很多的东西呢 悲伤 悲哀 愤怒 或者是希望能够做得更好 可能失去了我们的年长的父母 我们会伤心 我们因为没有得到 我们想要的工作 我们会悲哀 我们的小孩子没有考进大学 还是没有进他想去的学校 我们会悲哀 我们的工作不顺利 我们会悲哀 我们在这个法律环境里面呢 是叫我们什么呢 不认罪的 英文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就是这个是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 是不是 你是无罪的 要人家证明你有罪 你才是有罪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也教导我们 你要怎么去辩驳 说你没有做 去找一些理由这样去做 这样去辩驳 可是呢 就是因为这样呢 我们就不会说是 很容易的说 真的是为自己 所做的事情呢 回想起来 就是有这些各种的原因 为别的东西悲哀 我们会为自己 所做错的事情呢 我们是不会 所以这里真的是要求神 怜悯我们 唯有圣灵光照我们 光照我们的身心灵的时候的话 给我们看到 我们自己的不堪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认罪悔改 唯有圣灵 借着圣经 打开圣经 给我们看到 看到神是如何 看到我们自己是怎样的话 我们才能够悔改 唯有圣经 打开圣经 读圣经的时候的话 不是翻给人家看 给我们自己看的时候的话 我们才能够认罪悔改 才能够知道我们在神里面 是亏欠了多少 所以其实是蛮困难的 蛮困难的 大家 我不知道你们 有时候好像 在来教会的时候 看到说 认罪悔改 这个很简单嘛 可是这个真心的认罪悔改呢 是蛮困难的 接下来是讲到说 圣经里面 常常讲到这个认罪悔改 我这里想要强调的是 只是一个过程 而不是我们的终点 不是每天要关在这个 黑的暗的房间里面 痛哭 认罪悔改 圣经没有叫我们 是活在这个情况里面的 我们是回转的时候要 可是 我们最终的目的 是要欢喜快乐的 与神同行 这个才是我们的目标来的 我们就这样 就回去 刚才今天的经文里面 刚才的经文里面 刚才经文里面 我们就讲到说 圣经这一段呢 教导我们说 他要恢复 神给我们的盼望 他要恢复徒弟 他要拯救 他要祝福我们 风调雨顺就好了 吃饱喝煮了 就好了 是不是吗 这个是第二 第三是 第三是神与我们同在 对不对 三点 是不是祝福我们 第二个其实是够了呢 如果我们只是看 中间这一条呢 就是够了呢 可能呢 这个就是错了 而我们没有看到 我们与神同行 这个目标 我们只看到 希望能够得到 神的祝福 有没有想到 为什么在这个祝福里面 为什么这个盼望里面 神要将他的灵 浇灌在我们当中 为什么会提到 这个云柱呢 云柱是要带领我们的 云柱是要带领我们的 所以我们是要有一个 欢心快乐的心 与神同行 经过这个认罪悔改的过程 不是永远地 关在这个房间里面 而是有一个真心的 欢喜快乐 与神同行 才是我们人生的 目标来的 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 有没有认罪悔改 也是有的 也是有的 可是他们是不是 欢心快乐的 与神同行呢 每次碰到有困难的时候的话 就首先去埋怨 他们不信这位神 他们不想跟他同行 就是只是埋怨 碰到问题就是埋怨 他有没有悔改 有 可是他就是埋怨 感谢主在这个 怜悯里的盼望呢 神也给了我们 这个教导 如何得到这个盼望 在第31节到32节的时候 他说这个又回到 所以不要忘记 我们这个是在这个 悦尔记里面 警告还是警号里面 在第二章后面 31节到32节的后面 又马上提起这件事情了 日头要变回黑暗 月亮要变为血 这都是在 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 未来之前 到那时候 凡求告耶和华的名 就必得救 所以神在这个盼望里面 也帮我们设立了 这个盼望 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第一章第二章都一样的 我们要知道 第一章他劝勉我们 要哀号来到神面前祈求 第二章是讲到 将来要发生耶和华的日子 而我们要来到神面前 求告神 他也必拯救我们 他也必拯救我们 在第三章里面的话 大家也同样的 也会看到这段的信息 所以神在这个 怜悯里的盼望 我相信是大家都想看到的 一个怜悯里面的盼望 可是我们要真心的 去思想到的 就是说 在这个真心悔改里面的困难 是什么呢 我们要知道 这个不是在我们的属性 我们的教育 我们的环境 都没有这个 而是要圣灵光照我们 给我们看到自己 而这个认罪悔改 这个是过程非常重要的 可是这个不是我们最终 停留在那边 而是我们要真心的 欢欢喜喜的 与神同行 这个才是我们的目的 所以在这个第二章的下半段 神在这里就提出了三点 把我们一起的低头 为我们今天的信息祷告 主 我们来到你跟前 我们在这里 经文里面看到 你是有恩典 有怜悯 不轻易发怒 有慈爱的神 主啊 我们 真的是来到你跟前 都要战惊 都要惧怕 恳求你的圣灵 每天的光照我们 主啊 我也教导我们 看你的话语 因为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 我们才知道 是与神同行的喜乐 而这个才是我们的目标 主啊 我们谢谢你 主啊 你赐下耶稣基督 因为天上地下 没有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 只有唯有主耶稣 你的名 主啊 谢谢你 在我们这个恩典的时代里面 你赐下宝贵的儿子 我们能够借着他的名 来到你面前 得到这个盼望 求主你的话语 今天在我们 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动工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